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重 重 我们来看第二题 这是礼物 礼帽 还是双手 答案是礼物 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这是当 对 还是收 答案是收 我们来看第四个问题 这是懂事 还是其他 还是见到 答案是第一个 懂事 懂事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部分的练习 第二部分的练习是请选出正确的答案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礼貌 礼貌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问好 问好 答案是第二个 to greet 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礼物 礼物 是 gift 或是 gift 或是 present 或是 present 我们来看第四个问题 这个字是收 收 哪一个是收呢 答案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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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 receive to accept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部分的练习 第三部分的练习是请选出正确的词汇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礼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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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 礼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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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带一点小礼物 风度 还是礼貌 到别人家当客人 要带一点小礼物 到别人家当客人 要带一点小礼物 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 对师长 给或是收东西 都要用礼貌 风度 还是双手 对师长 给或是收东西 都要用双手 对师长 给或是收东西 都要用双手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教学影片 欢迎你们帮我们分享 按赞 还是订阅 那我们就下一刻见咯 拜拜